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欧盟和希特勒的帝国2008年 英国支付给欧盟27亿英镑 作为欧盟机构的开支 可扶持弱小成员国的资金 到了2013年这笔钱达到了113亿英镑 当时合计174亿美元 英国人认为脱离欧盟之后可以更有效的运用这笔资金来增加英国国民的福利待遇 这笔欧盟的会员费只是欧盟经济账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英国更在意的是欧盟在对外贸易问题上被英国进行的整体式捆绑 举个例子 英国的优势产业越来越从制造业转向金融与服务界 其中一个大客户是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 让欧盟和中国进行的自由贸易谈判中将制造业放在头等优先的地位 这导致了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作为制造业领军者的德国大量获益 根据统计 德国2014年对华出口 总的超过74亿欧元 是英国对华出口的5倍多 在英国看来 欧盟形成一个走向衰亡的破产 英国托欧派 在经济上的主要诉求只是就是 是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来代替欧盟内的区域自由贸易体系 为英国的优势产业寻求新的市场和增长点 并且希望在和别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时 让英国获得更多的谈判主导权 而不必被其他国家过多干涉 还有一个争议的关键点是移民问题 欧盟条约规定凡是加盟国 必须遵循三项自由人责 贸易自由 资本和服务自由 以及人身行动自由 这就使得加入欧盟的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 比如东欧国家 以及突破的条件较宽松的欧洲国家 产生大量非法移民 他们合法的在英国领土上生活和工作 去估算总共有超过1400万的欧盟成员国公民 生活在不是出生国的土地上 英国本身则一直在饱受大量来自前苏联加盟国公民涌入的烦恼 移民加剧了犯罪等社会问题 并且按照欧盟的规定 有权享受英国的福利 这也是大多数英国人难以忍受的 欧盟的很多失败性做法 让英国人坚定地离开英国 在欧盟中还存在法律问题的困扰 英国一向以其独立运作的法律体系作为社会运转的根基 但加入欧盟之后 英国的法律体系将面对欧洲人权法院的挑战 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规定 英国在驱逐外国犯罪者时 受到很大限制 英国政府对此的诉求是 加速驱逐外国罪犯的手续 阻止欧盟成员国的求职者 享有共同的无犯罪记录 禁止欺诈和其他犯罪者 二次进入英国国内 也就是说 将本国法律体系 同欧盟一体捆绑的法律分离 保护英国的法律独立性 欧盟政策引发的社会性问题 在英国造成了恶劣的反响货币方面 次贷危机之后 欧元需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了 这也就是依然持有独立货币 比如英国和瑞典这样的国家 在货币问题上的话语权下降 更让英国在金融方面的优势 得不到充分发挥 当然 脱离欧盟也会面临相当困难 比如不再享受到 欧盟内部的贸易自由和金融服务自由 英国必须单独和每一个欧盟国家 谈判双倍贸易协议 这会带来巨大的资金和世间成本 其次 英国从欧盟独立出去 也就意味着英国丧失了对欧盟内部成员国的影响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 意味着将大陆的其他国家 推向欧盟的核心法 国和德国 这也是一直以欧洲干涉为外交传统的英国 所不乐意见到的 有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支撑英联邦 有什么理由不如欧盟 但世界市场之大 从不是一个衰败的欧洲所能涵盖全部的 英国离开欧盟 还有各新兴经济体可以开发 没有欧盟的千万 还有英联邦成员们的守护 所以 英国人有什么理由不脱欧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